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0号 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 是在基金会台中办事处 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呢 是要讲我们姜粉敷衍 当然老师还会有很多 关于我们内外热源用到极致 好的这些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 张医师您开始 这一次我们去香港 也有志工提供 就是姜粉泥的用法 那之前其实基金会就有谈到 叫患者吃姜粉泥 那因为姜粉泥挖来吃 一般都潜藏极脂 不敢大量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北京一个学员就是提供我们 就是把姜粉泥做稀一点 那稀一点一口气把它喝完 那为什么要一口气 他说因为辣很多人慢慢喝 好像每喝一口就折磨一次 所以他的建议就是 他以期这样 就是把它加水多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做姜粉泥跟水 比如说正常是1比5 那做起来很稠 微波之后我们可以外敷就是涂 大面积涂姜粉泥 那如果要吃他的建议是1比10 水分更多 那直接进入微波加热之后 然后搅饮 然后就一口气把它喝完 那原则上他一天的量 是差不多25克 那他已经试了4、5年 那4、5年他跟大家报告的成果 也让我振奋了 第一个他因为很 就是平常就一直在落实 也推荐给患者 那包括患者有一些比较像重病 甚至到已经显像命危的人 他经过这样大量的喝 改善体质之后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 公开一个乳癌患者 他本来很难修复 他经过这样大量的喝 可能他们说的25克应该都不止 有时候他本身有时候都 一天喝到30克 那经过这样大量喝 那个患者 最后竟然他按推比较少 但也慢慢热能够 体伤部分也进行修复 那这样的患者他说还蛮多 也有肺癌患者 甚至在这样改善 然后配合运动 这些肿瘤都有见到慢慢缩小 那他自己本身 这样试下来的结果是 他这一次疫情 他自己没有感染 然后但是这一段期间 他一直没有戴口罩 然后还进出医院帮一些患者 那照理一定会得到 但是他就是没有得到 他说最主要是 很坚持的一直喝姜粉 那他还有一个就是 本来都有很多的体伤 那这一次他特别跑到香港 就是跟我讲 他喝完之后感觉精神都不错 因为他运动时间不多 很忙嘛 然后这一次给陈经理 全身再按一次 他以前按都会很痛 这次也改善很多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们做志工的 如果大家做到最后都病奄奄的 甚至把病人体伤解决了 那我们自己的体伤 又谁来帮我们保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四五年 他自己这样经历过 体质也改善了 等于体伤他自己都修复好 然后也因为没有体伤 所以他不会有疾病 所以他讲起话来是 很有底气的 然后遇到重病患者 他就是一直鼓励这样 那我在想原始点 其实这些职 就是把内外热源用到极致 达到体伤位置 我们都在讲 但问题我们没有落实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没有落实 所以很难得到里面那个好处 所以经过他这样 这一次在香港 他说就是因为要跟我讲这一件事 所以特别来 那我也是满感动 然后也就后面几天 我就是这样喝 确实效果不错 然后他也有讲 一般我们的饮食 你说再加姜啦辣椒啦煮菜啦 然后来补充热人 一般人是可以 但到了重病患者 那个体质不容易 不容易这样调整回来 所以他认为我们吃的 很难改善体质 所以他坚持就是 他是一天喝两碗 一次都十几克很大碗 然后他也喝给我们看 就是一饮而尽 那我们最后几天 包括新加坡的香港的 各地来的 然后我们就照他这样喝 大家印象深刻 然后大家的感觉 也确实都不错 所以这是我觉得 真的原始点 他一定要做出来 做出来你才能感动的 要不然我们都在讲内热源 要吃姜粉 就是没有吃到怎么样 让自己体质改变 然后可以大声跟人家讲 然后患者好像听你在讲 你自己又不做 所以效果就打直扣 那这一次来我也通下决心 我说我本身以后要开始 这样坚持的每天吃姜粉泥 然后姜粉泥他的做法 会凭我们原来外敷 我本来都是跟患者讲 你姜粉泥做好了 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内敷 内敷问题 很辣你知道 一坨又很稠 要吞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尝试 我是每一天晚上都尝试一小口 潜尝极止 因为实在太难吃了 最后实在受不了 我甚至这样 有时候挖一汤匙 这样吞服之后 感觉吞咽太辣了 我甚至配姜汤了 但是照他的方法 他是说 大家都会畏惧 如果我们一天固定那样的量 然后搅和一口气饮完 事实上不会那么辣 辣是大家想象出来 因为喝完就没有了 没有这个事 所以他的坚持也让我看到 原来原始点真正不是讲来 就是做 然后你做到极致之后 包括他自己 患者全部都可以改善 那你看我们做了那么多患者 不改善为什么 没有坚持啊 明明知道好也没有坚持 这是内热源部分 我深刻体悟 所以如果你们要服务患者 走长眼的路 先把自己的体质改善 也就是每天这样坚持的喝 我相信很多体伤 藉由这样喝 大量喝姜本瓶 就可以改善 那他尤其他的做法改进了 那这个一饮而尽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 比我以前这样一小口 然后第二口就要犹豫不竭 很难下决心 那个改变很多 那确实我就照他的话 就一口饮尽 那这一次再回来的时候修改 也都可以医生帮我 因为他把它用西一点叫做姜 姜粉壶啊 那我们简称为姜壶 所以大家都变成在姜壶中 在喝姜 那个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也提醒我 其实他只是做的西 如果又多了一个名相 确实也不大不严谨 他的建议我听进去 所以我那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不敢动 然后到确定他的建议 确实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姜粉瓶不需要 再另立一个名称 只是稀跟稠分别而已 那事实上你稠感 其实也一定有效 不是稀才有效 他稀只是让我们容易怎么样 一口气 一口气一饮而尽 他认为就是要这样 那也去除对姜的一些害怕 人都是习惯来的 你习惯来 你每天这样坚持 久久一定可以见到功效 然后他以本身 还有很多患者的例子来说明 好 这是内热源部分 那外热源我也感受到 原来原始点 我讲的都没有错 问题又是出在怎么样 做得不够 那个就是一个志工 大陆来的志工 他就是亲自去做给我们看 他找 我们香港那前几天他就有停 他说他现在都是用 如果眼睛不好的他都会用姜粉 点眼睛 然后用姜粉喷皮 他说这些患者效果非常的好 我就在想 我以前感冒我也有喷姜粉 但没有像他讲的效果那么突出 但是他做给我看 他是怎么喷的呢 他那个罐子装满了姜粉 而且是大量的哦 用力喷 然后喷还不止哦 我是叫人家闭气要不然很呛对不对 他不是哦 他叫人家怎么样 吸气顺着把这样 然后他他还表演给我们看 他是大量喷进去还要 这样吸进来 我我我那那这个非常呛 然后我就有一点害怕 哇那是这个会不会怎样 他因为有几个人哦 志工很勇敢的都试了 他都没有怎么样 哎我觉得哎不会怎么样 别人也都试过 而且他说这样的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的志工也有这样试了 跟我报告 他说这个吸啊以前哦 可能只有冲到脑门啊 现在这样经过他这样一讲 然后又大量之后 他七孔都发热 连耳朵都会发热啊 然后眼睛也会 也也也会流眼泪啊 哦 那个不止脑门啊 全部都通啊 然后咽喉一直感觉热 我确定这个 这个才是完整的 然后更独特的是 我们一般姜粉 当然早期也有志工 台北的志工跟我讲 用姜粉噴眼 他们也有做哦 但是量都很少 那他们也说效果不错 但这一次经过志工的示范 志工说他就在想 如果这个热源人质打体伤 是效果最好 那他两眼拿一眼来试 大不了一眼瞎掉 如果有效可以救很多人 那那个志工是这样跟我讲 所以他就开始 自己不只这样喷哦 他眼就是姜粉 直接从眼角这样塞进去 把眼睛围开塞进去 然后他说这样他患者 已经治好非常多了 他讲也有青光炎的 也有飞魂症的 也有肝眼症 甚至有眼睛 那个好像堵塞的 很严重的 这些零零种种的案例 多到不可申诉 因为他有食症 所以我发现哦 你做出来之后你讲话 那个底气跟人家就不一样 他是讲得很有怎么样 自信十足 他认为就是要用姜粉 那这一次哦 经过他这样讲哦 我们几乎 就是所有人都是 包括我也是 那也才知道哦 那个感觉 原来姜粉从眼睛塞下去 虽然比那个姜汤 还要刺激 但效果特别的好 因为好几个哦跟我讲 他们本来哦 非蚊症也有 或白内障这一类 也有用姜汤清洗 但虽然有改善 但效果没有那么显著 然后这一次改成哦 那个姜粉 直接涂眼睛之后 最明显的就是Luna曾经理 他们在我前面 因为他们都勇往直前的 我是跟在他后面点眼睛的哦 那因为他跟我讲哦 尤其Luna讲哦 他说他都戴老花眼镜嘛 因为他有时候要做影片啊什么 每一次第一个一定要戴眼镜 看手机看影片 结果他那一晚 用姜粉制工帮他敷完之后 他眼睛明亮的很 然后连细微的小字 他已经都看得到 然后那个老花眼镜 竟然不用戴了 就一个晚上 就有这样的 那个效果出来 那还有陈经理也是他 他非蚊症 他从美国未来带了一只大蚊子 听说只要一晃眼 那个蚊子就会在旁边 好像都很难捉摸这样随时出现 也是一次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以前姜汤玩那么久 玩不出来 原来是怎么样 太浓那个量 那个姜汤的效果跟姜粉差太多了 然后我们都不敢用 所以他示范之后 我们回来这一次台北 我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也大家都试了 其中效果最好应该是蚊亭 蚊亭也是非蚊症 然后有三条线 但以前也用姜汤清洗 效果也不好 然后这一次清洗 当下也改善了 然后听说陆续也跟Luna讲 还有其他的眼 另外一眼也比较明亮 所以这些显著的案例 让我感觉到 直达体伤位置 那个概念完全正确 只是国外的志工 他们是玩命的 把那个姜粉也好 或姜粉泥也好 玩到极致 这个让我很感动 所以原始点 很多疾病是已经都突破 人家原来都已经把它做到 很有自信很有底气来跟我讲 我自己还有一点去西那种感觉 因为你知道那个患处体伤 你按这个即便有稍微改善 但效果不大 你快就会该干涉也会回来 那你直接这样进去效果特别好 所以这一次来 我说如果我们要让患者相信 你自己一定要先自己怎么样 做过然后自己相信 你才有办法说服患者 但千万我教你们做了 绝对不要打折扣 我听说我那一天叫基金会的人 喝姜粉泥那个稀的一口气引进 他们竟然还给我加黑糖 还蛮享受的 我听说当然那是少部分的 但这个绝对不允许的 我们这个是要改善体质长期 治病你不是来拿来享受的 但是你喝久了也会习惯 所以不要给我乱餐子啊 然后又怕那个姜粉太辣 以后又搞回姜汤去了 这个万万不可好不好 那这个还有姜粉 大家竟然谈到这样 原来姜粉效果那么的好 他原来我们都不敢 然后闭气原来是可以吸进去 那但是我还是要提出 这个他唯一的风险就是 因为太呛包括眼睛也是很烂 有一些人甚至一般是正常 15分到20分他眼睛就可以张开 而且张开之后会流很多眼泪 会很明亮 但是有些人可能时间要久一点 那都是例外 还有喷鼻也是 喷鼻或点眼姜粉的话 有些患者会出现其他症状 比如我们在场试的也有一个 他这个点眼之后 他感觉心悸 你们知道为什么 点眼睛跟心悸为什么会有关 为什么 对他原来背部就有体伤 不是 那个姜粉点眼姜粉有让背部 产生心悸的功能 这个绝对说不通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上背部 对上背部把它按一下 所以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讲是小case 但是我相信这些都会可能 你们在初期教人家做的时候 最好在你们面前做 如果预有其他状况 比如说他喷 喷了之后会头痛头晕啊 或是心悸啊 胸闷啊 这些你们就知道 要先从怎么样 体伤下手 那这个都可以立刻解决 所以以我们专业来看 是完全没有风险 但为什么 以前都讲过我们都做不出来 反而是他们这样努力在做 然后一直不断突破极限 他们反而做出很多案例 然后我也再来跟大家讲 就是姜粉泥外用 其实也都已经玩到几次了 姜粉泥喔 你的涂法 比如皮肤病 你绝对不能轻轻的涂 轻轻的涂它热源进不去 你涂的时候一定要配合怎么样 按推 这是我的铁肤 就是要稍微按 那个手法要轻柔 按然后推 然后慢慢让它干 那这样热源才能进去 有些人就这样搓 搓了热源进不去很多 比较热源严重不足 体伤比较深层的 事实上效果都不好 那这一次也是 Luna也有跟我讨论 就是看到那个志工 他们就是去急救的时候 有一个也是在医院 已经奄奄一喜的 那西医说没有办法 中医也速走不测 那他就本来要用灌场的 姜灌场最后也没有 他只有怎么样 用姜粉 然后大开关还有腹部 然后这样涂 然后帮他按 然后配合我们最近这样的手法 结果他把他救起来 一次就救起来 这个不可思议 这个不可思议 而且不是只有他 最近好像有三位 这个如果详细可以再请Luna来 讲一下 这代表什么 原来这个也让我在写 姜灌场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 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姜灌场 原来我们的外热源 我们的土还有暗 是做不到位 所以很多如果这三位 都是由姜粉泥外用 这样配合按推 救人解决 那要用到姜粉泥灌场的机会 就少了 所以他应该是在按推姜粉泥 还救不起来的时候 才要在冠 所以我最后的体悟姜粉泥 不可以取代外热源 他一定是在外热源 按推无效之后 他才要补强 如此而已 那可见我们的外热源 你看就这样短期间 这些都是国外马上来跟我们讲 而且都很紧急 也就是都中西已经无法处理了 结果姜粉泥还有靠按推 就能解救出来 解救回来 所以这一次回来我 有一种 内心激动跟感动 原来志工 因为我一直在改书 我发现 玩得没有像他们这样强 他竟然把我的东西 已经做到淋漓尽致 而且他们已经克服了很多重病 无法处理的 这是在香港发生的 另外就在美国大家也知道 这一次我们间追已经取消 改为上臀部原始点 那要不然很多臀部啦 这些作物好像效果都不好 那这个提供者 今天也有利益 我也非常感谢他 因为这一个对原始点来讲 又是一个重大发现 等于把原始点的一条脊椎 及七处 这个我是要流传千古啦 又把它更进一步完善 那等于这一次 我跑美国跟香港回来 我的感觉 这一次 这个原始点的法 已经很完善 我不敢说已经是 最到最极致 但是已经可以从临床上 看到他们把热源玩到极致 然后很多重病患者很难处理的 包括我也问那个志工点眼睛的 他说啊 白内障啊 那小事一中啊一定会好的 你看他跟我讲的那个口气 你会 白内障真的那么容易吗 你们有没有人跟我这样讲过 你们也没有啊为什么 因为你们做不出来 讲话都很虚啊 我跟你们一样的啊 因为我在改书改到 我只知道有用 但没有办法像志工讲的那样 底气十足 他说哪一个志一个啊 那个都没什么问题的 哇是这样啊 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 一定要尝试 那如果有时间 因为这次去香港培训 最主要着重在手法 手法我上次已经点了 就是你那个手法不能再沿用旧 所以包括工具上 我这个食指已经很少用了 已经改为拳头法 那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得出来 包括手肘 我相信大家如果这一次有应用 也可以知道 这样也不会伤到 然后又轻巧 那包括美国还有香港 新加坡他们已经都在落实 等于他们改了 我们不可能 这里跟他们不连接的 所以这个如果有时间 我希望也来看看各位 那个手法 希望这一次大家能够 从实战实践中 得到一些益处 那有一些要补充的我们请 Luna刚刚讲的那个急救的 还有看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相信他也感受很多 来 谢谢 好 谢谢张医师 还有各位学长们大家好 这次陪张医师去香港 真是非常感动 因为这些学长们 他们真的是把 其实张医师在2018年5月的时候 讲了把这个热源直达患处 应该大家都已经都了解 但是能够做到这样子 就是所谓达到极致 达到极致 那真的是只有他们这几位志工 真实的做到 那么刚刚张医师提到的这个 我们现在把姜甫泥弄得比较稀 像姜甫泥火一样这样来喝 那么他一开始他做给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只是看而已 他就讲了一句话 不要用想像的 不要用想像的 也不要用猜的 就一定自己去试验 就是做志工的自己去试验 看你自己改善的没有 而且一定要喝一段时间 可是今天喝明天就能够感觉 他说你一定要吃一段时间 他说我就是自己先喝了一两年 我感受出来我发现 张医师讲的热能直达体伤 可是他能停留多久 比如说他说他吃了很多咽喉癌的 然后食道癌的 还有肺癌的 乳癌的 这些都是需要在这个 胸口这个地方要有热 把这个热源在这个地方能够停留多久 他发现姜粉泥喝下去以后 比如说他早上八点钟喝 他一直到十一点半 他都一直热到这里都是热乎乎的 比我们去用暖暖贴红豆袋照灯的效果 还要好 他就在想那这些肺癌的 这些食道癌的 他们来用这种方法不是更好吗 所以他来一个是好一个 他讲的非常笃定 而且各位应该有看到 我们前些时候有一些乳癌的案例 后来都爆开的 不是都做到好的吗 这个人就是完全照他的话 就这样听话照着做 做好的 所以我觉得把热源 内热源发挥到其次 那这个是让我们最感动的 那么张医师提到这个外热源的使用 那这一次这个志工 另外一位志工提到的这个姜粉磨眼的这个 他也是很想把这个告诉大家 他也是跟所有在座的志工说 很好很好 但是都没有一个人敢尝试 他就找到我 他就拉了我的手 他说Luna你要不要试一下 其实我有点害怕 因为姜汤食业你们都试过 怕不怕 就很刺激嘛 所以我也试过 我实在是有点怕 他还是跟我讲说Luna你一定要试一下 因为我告诉你我做了多少的案例 通通都好 尤其有一个男人孩子 他说他那个眼睛眼皮下側 长了一个小油块 医生说不能开刀很危险 那他想怎么办呢 他就跟他妈妈商量 他说我自己试过 他自己试过 觉得没有问题 而且他自己眼睛有一点也有问题 比如说太干 他是长期干眼 然后也有一点绯闻 他都治好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男孩子找过来 也跟他妈妈说 结果呢 他帮他放好姜池以后 帮他按摩的时候 除了流眼泪以外 还流了血水 我有点害怕 但是当他眼睛能睁开 把他擦干净以后 居然那个肿坏不见了 而且就一次而已就好了 之后他就再试一些青光眼的 或者是不管是角默眼的 不管是有绯闻症的 女士都好 哇 他觉得这个太好了 所以他这次也是来香港 也是想跟老师报告 这个他发现有这么好的方法 那么他就拉我去做 张医师在那边教手法 他说一定要我试 我想好 我就试一下 各位把姜粉放在眼睛的头头这里 他放进去的时候 我就已经喔 很受不了啊 非常的刺激 其实是比姜汤去洗眼 还要更刺激 但是就一刹那而已 马上你就开始觉得你的眼睛炙热 那么以我的例子呢 我是差不多10分钟 我就开始有眼泪了 然后他就在旁边 不断的帮我把眼眶周围按摩 让我放松 那这个炙热感其实不会难受的 有的人要将近20分钟 好像陈经理跟张医师都超过20分钟 眼睛才张开 但是这20分钟就是真的是把热源花费到极致 那个温敷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 那我昨天去做了一个红斑病变的人 他40分钟才眼睛睁开 我跟他见面他是看我是模糊的 他一边眼睛是完全模糊 一边眼睛视力好一点 我帮他做完 他40分钟才睁开 睁开以后他说我现在看你很清楚的 眼睛平衡什么都看他清楚了 本来就是非常模糊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然后那天在台北基金会 没想到所有的志工大家都试 张医师说大家都试 结果两位志工立刻飞纹症就不见 那刚刚张医师也有讲 陈经理有飞纹症 现在好像也还没找到 已经真的就消失了 那我就赶快把这个讯息传到美国北美 今天也传来很多捷报 阿华也是 阿华也是也有笑 然后温哥华的负责人 婉青他也是了 他的飞纹症也是做一次都没有 各位这么好的效果 你们要不要试一下 要 要要试一下 等一下我们大家都试一下 因为我们自己一定要亲身体会 体会到那种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才容易说服别人嘛 你才能够告诉他 你等一下几分钟会怎么样 几分钟会怎么样 他就会相信你的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在7月份吧老师不是把姜粉铃的涂抹 都教我们大家怎么样用一点力去涂抹 那么大家现在已经知道 怎么样把这个姜粉铃按堆到极致 那使用到这个极致 在这个时候呢 刚好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我一个好朋友 他的妈妈在大陆 就告诉我说大概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吃不下 吃不下去也排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灌厂嘛 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大陆的附近的志工 请他去帮忙 那第一件事就是说你要带灌厂用具去 因为我想他那么多天没有拉的嘛 一定要灌厂 结果这位志工他去了 可是他没有带灌厂用品 因为他可能没有 结果他去了 他除了帮他按推完以后 他马上就帮他从胃部以下 一直到腹部这个地方 这一片 全部都用姜粉铃帮他按推 就刚好张医师播出了 那个按推的方法 他刚看完 所以他的力道做法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然后完全按照张医师的方法 这样子去做 他帮他推完 他马上告诉他们说 我要吃东西 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 好多天没有排了 结果先吃先想要吃 然后才排没有灌厂 所以原来姜粉铃发挥到极致 也不需要灌厂用 所以老师是不是以后先推 没有效果我们才要灌厂 所以顺序应该是 你可以先用姜粉铃推 推了他有效果 那个整个热源直达灌厂 绝对马上就有效果 结果刚好在这个时候 一推广点也来问了一个案例 他这个案例也是 他一直给他灌厂 因为我们的想法 就是他一直拉肚子嘛 拉肚子就一直给他灌厂 可是他每天还是挤来七八次 到三四次 而且他灌到这个老人家说 他不想再灌了 不舒服 但是呢 志工一定是说 不行 张医师说你这个就是 还是很寒 你还是要继续灌 结果他就发了讯息 刚好就是在这个期间 就陈经理就说 你试试看 将来不要再灌了 就涂腔本铃 就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整片给他涂涂看 那天晚上就照这个方法做 就没有再灌厂 就涂完了以后 他也好啦 很舒服 有没有再去拉了 而且体力变好了 不会这样子 因为一直跑厕所一直拉 人越来越虚嘛 就这样两个case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我们的志工 他马上打电话回去 也请我们志工 叫他不要先不要灌厂了 赶快涂抹 也都有效 我都跟张医师报告了 所以这些发挥到理理尽致的 我们真的是很感动 感动这些志工人 他们把这些做好的案例分享给我们 其实我们都紧现成的 我们其实只要照着做 因为他们都做的都非常有效果了 所以我这一次也觉得我学到很多 和你们分享 好 那我们现在把有机姜粉浮衍的方法 整理出来 第一个我们要准备有机姜粉 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 因为要放入眼睛 所以要有机的姜粉 而且细度很重要 最好是能够细到180目左右 第二个我们先把眼睛闭上 师作者把眼角处的眼皮撑开 然后敷上少许的姜粉 会有刺痛感 然后也会有炙热感 大概几分钟 第三个我们可以在眼眶的四周按摩 减少刺痛感 第四在这个期间会流出泪水 有些人甚至也会流出鼻水 第五一般大概十到二十分钟 眼睛会自然睁开 第六这期间如果有一些症状出现 就按相对应的原始痛点就可以缓解 那我们用的其实那个量 只要你看我用手一沾 就这样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吗 就这么很少 那把它放在我们的眼角 那刚刚我们之前是说用姜水 那水是把你整个眼球眼睛 那个都接触面都会有姜水 所以我们都会受不了 那这个它其实是缓慢的 为什么呢 它放在你的眼角 它会借着你的泪液要流出来 所以它会滋润 它会把这个全部都融化掉了 也就是说你等一下根本 你的眼睛是没有加粉的 那个泪液流出来以后 它就在你的眼球就整个都融化掉 当你眼睛可以睁开 因为你还有粉的时候是睁不开的 当你睁开的时候 一定是你的泪液也流完了 有的人甚至会留一点鼻涕 就这样很简单 不过做了就知道了 他闭起来 然后我就把他的眼睛睁开 我们帮他睁开 睁开以后这个精明确的这个头头 有没有 就这样把它拉开 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 那我就把这个塞到这前面来 放进去 有没有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就这样就毕起来 有没有感觉 放松 放松 那也懂 好 你的臂 dirty 好 你放松 你的臂 Soft 好 放鬆喔 好 好 就放在他的眼頭頭 晶雲雀這個頭 是那個洞洞嗎 眼角 就眼角 眼角裡面 那因為他 他眼睛紅紅的 所以他肯定會比較刺激 那這時候就幫他把這些換處的地方 稍微按一下 眼角剝開 剝開以後就 把這個薑粉就放在眼頭 放進去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用的量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把他這個眼睛剝開 就把他放在這個前面 眼角的這個地方 其實你們也可以 拍一個 然後你們可以 你們也可以 其實那個沒什麼技巧 有感覺喔 好 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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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最好這裡眼眶骨 這眉領骨 再下來 這個效果更好 好 這樣 有沒有 怎麼樣 然後這裡一般眼睛痛 眼睛痛 眼睛痛常常 這裡凹的地方 這裡常常容易找到痛點 好 你看 對 這裡很多 我 我再找患處痛點 這一點 我再找患處痛點這一點 老師就在那個框框的下眼是嗎 對 框框的下眼 不要上眼 這樣刺激會更大 然後蠻舒服的 這裡也是 好 對 就是內框眼 這裡常常會有痛點 這裡 他這裡平常就要保養 我發現那個保養非常好 這個內框眼這樣 這樣按舒服嗎 好 就是這樣 好 你要按記得 就從這 要等它自動張開 對 強行增開還是 還是要停留久一點 對 停留久一點 也差不多有15分鐘 應該用過久吧 有 有 還在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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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現在眼皮是熱的 沒錯 大家好 那我是有很嚴重的肺炎症 因為我長期在用螢幕 我的工作就是在電腦前面 而且我有兩個螢幕在看 工作時間都很長 那所以呢 我的肺炎症大概有 應該有七八年以上 而且大概有二三十 然後就是我眼球一動 然後它就是一片飛過來 一片飛過去 這樣 那原本想說是 大概就是老化 沒辦法 然後也只能就是盡可能做 讓它 也試過點這個 薑湯 但實在太麻煩了 因為每次要準備那個薑水 都要花很多時間 那工作這麼長 沒有時間 那後來這一次的資金大會 我聽到張醫師跟很多的學長 在分享用薑粉 我一聽到之後 就開始馬上開始實踐 那今天是第四次 那很有效 那當然沒有完全的不見 但是很明顯就是 每一個黑點 它都開始化開來 模糊了 然後越來越淡 這次這樣看也是一樣 越來越淡 那非常有效 好 各位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